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接这方面 阿根廷应该说也在推动中国和拉美地区一带一路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表示 习近平访问阿根廷将就双边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密切关注并且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 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 针对美国军舰穿越台海 中国外交部敦促美方恪守一中原则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 韩国最高法院就二战期间被强征韩国劳工起诉赔案 裁定三菱重工承担赔偿责任 持续集中车区头条新闻 由五粮业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中国的五粮业 世界的五粮业 头条新闻聚焦习近平出访 当地时间 星期四的上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呈专机离开西班牙马德里 前往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因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的邀请 习近平将会出席在阿根廷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 并且对阿根廷进行国事访问 而稍早之前 在习近平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他和菲利佩六世国王举行会晤 并且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进行会谈 双方达成了广泛共识 会后发表关于加强新时期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指出 中西两国要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保持两国高层的密切互访 全方为多层次加强交流合作 双方院充分发挥一带一路诚意 这一互联互通平台的潜力 加强在第三方市场的交流与合作 联合声明还指出 中西双方致力于构建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 开放平衡和包容的全球经济 双方重申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推动市场开放 消除贸易壁垒 双方重申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贸易体制 两国还同意共同致力于应对 气候变化挑战 落实巴黎协定 推动实现可持续能源体系的变革 双方院通过双边多边渠道 积极开展司法执法合作 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双方重申强化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一致同意通过中西经济工业合作 混委会机制 开展部级和副部级沟通 双方认为 有必要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扩大互利投资规模 两国院进一步发挥中欧班列作用 以增加货云料 双方希望尽快召开 中西科技合作联委会第九次会议 愿进一步深化 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 双方还同意加强教育 文化体育与旅游合作 访问期间 双方签署了18份合作文件 共同卫视中华报道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三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在马德里共同会见 中西企业顾问委员会双方代表 习近平首先祝贺 中西企业顾问委员会正式成立 并召开第一次大会 他表示委员会是深化 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 是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的合作新模式 习近平指出 中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3年来 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双方共建一带一路 不乏成功范例 两国加强战略对接 实现优势互补 有助于促进亚欧互联互通 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开放 包容平衡发展 希望西班牙继续用好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这一公共平台 充分展示西班牙的国家形象 一流产品技术和服务 获取更多商机 推动中西经贸合作 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并感谢两国企业家 长期以来为中西经贸合作发展 做出的不懈努力 藏切茨表示 西中企业顾问委员会 在习近平对西班牙 进行历史性访问之际成立 恰逢其时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 西班牙越来越关注亚洲 尤其重视日益所向世界的中国 西班牙政府支持促进 西中两国经贸投资合作 支持两国企业界加强联系 凤凰一世综合报道 中国和阿根廷是地理空间 相隔最遥远的两个国家之一 但是两国的合作 已经成为了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将赴阿根廷出席G20峰会 并且进行国师访问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杨万明 在接受本台独家专访时表示 习近平此行 加会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 就说面关系的发展 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习近平主席抵达阿根廷前 杨万明大使对凤凰卫视表示 阿根廷地理位置特殊 在一带一路对接拉美的过程中 将扮演重要角色 东面是大西洋 东面大西洋 那么西部跟智利接壤 这个面临着太平洋 北面又和拉美最大的国家 巴西接壤 能够建设两洋的陆地通道 这样使在阿根廷和巴西辅地 生产的农产品和其他的产品 能够通过陆路出口到太平洋一侧的港口 以减少出口的成本 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对接这方面 阿根廷应该说也在推动 中国和拉美地区一带一路合作方面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G20峰会 阿根廷主办此次峰会 在议程设置和成果设计上 充分考虑了杭州峰会成果的延续性 中方参与这次会议期待着 与会国能够围绕着会议的主要议题 深入地进行沟通 积极倡导伙伴精神 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 完善全球的经济治理 能够引导创新增长 促进包容发展 能够使G20的经济合作的平台 进一步展现它的领导力 今年阿根廷G20峰会 中美两国元首互动与会晤备受关注 杨万民大使说 峰会在筹备之中 时隔四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再次访问阿根廷 并且出席G20峰会 这是阿根廷有史以来 主办的最重要的一场国际会议 同时也是在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 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举行了一场G20峰会 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凤凰卫视蒋晓峰 杜伟安 陈尚春 发自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报道 更多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G20峰会的消息 我们边线正在阿根廷的特派记者蒋晓峰 晓峰你好 任人你好 G20召开在即 当地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这一次的峰会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是的 习近平主席即将在几个小时之后 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那么这是习近平主席第四次来到拉美访问 也是第二次抵达阿根廷 那么上一次是在阿根廷的前总统 也就是女总统贝隆党的左翼的克里斯蒂娜 在任的时候 习近平主席来2014年的时候来访问 那么时隔四年之后现在已经换了自由党的马克利总统在任 那么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呢 对于马克利总统访问中国之后的一次回访 当然了习近平主席这次来阿根廷呢 其实和G20的峰会在阿根廷的这个主办呢 也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 那么这一场峰会呢 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一场焦点 那么大家关注呢 除了这个议程本身之外呢 还有来参与这次G20峰会的各国元首各国首脑之间的这个双边的这个峰会 那么其中就有一场就是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这个会议 那也是在安排当中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G20峰会呢 我们注意到它是在今年的APEC会议之后 不久就举行的那么一场国际的多边的会议 那么为了避免在APEC会议之间 最后没有因为达成这个全面的共识 导致共同声明没有办法产生的这个情况 在G20发生呢 阿根廷方面已经做了相当多的一个准备 为了能够达成一个共同的这个声明呢 阿根廷方面已经和与会的各方呢 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可以预计呢 这次的G20峰会呢 会产生一个共同的声明 但是为了避免过大的这个分歧产生呢 这个共同的声明呢 这个措辞呢 会相对的简单 相对的这个短小 避免为了过于大的这个雄心呢 导致在措辞方面 引起各个与会各方呢 没有办法达成共同一致的话呢 导致共同声明呢 没有办法出台 所以阿根廷方面 为了保证这一次这个G20峰会 能够完美的这个举行 同时安全的举行呢 所以在各方面的这个人力财力和精力呢 也投入了相当多 但是不可否认的 今年的G20的峰会呢 是在杭州的G20峰会上面确定下来的 中国为了这个G20峰会这个成功呢 也做了相当大的一个努力和这个关注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G20峰会 以及习近平主席对于阿根廷这个访问相关的事宜呢 我们也会在当地带来报道 任任 谢谢小枫 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会在周五 在阿根廷首都布伊诺塞利斯接幕 各国领袖陆续抵达当地 意大利总理孔特在星期四乘坐专机 抵达布伊诺塞利斯 他步下悬梯和到场迎接的官员握手问好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夫人金正书 也已经抵达了阿根廷 预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将会在当天稍后抵达 二十国集团峰会将于北京时间周五晚上揭幕 本届峰会将围绕着 为公平与可秩序发展凝聚共识这一主题 就基础设施 未来就业 粮食安全 这三个重点议题进行讨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离开西班牙 赴阿根廷出席G20峰会 并且进行国事访问 中国和阿根廷两国的合作 已经成为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相关的话题 请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 分析和解读 任人你好 您如何看待中阿合作的潜力和前景 2014年7月份的时候 当时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到阿根廷进行访问 也就是在那次的访问当中 中阿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声明 那么中阿两国建交已经超过了46年 在这46年之间 特别是在2014年全面提升双边关系之后 两国的关系的发展非常的迅速 两国高层的互防也非常的平民 西米主席和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 以及现任的总统马克里 在多个国际场合曾经见面 马克里也到过中国访问 克里斯蒂娜前总统也到过北京访问 意思呢两国高层的这种互防非常的紧密 那么同时两国的这个双边的贸易的发展也非常的迅速 虽然总体的贸易量在去年只有138亿美元 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发展的潜力非常的巨大 特别是我们知道阿根廷希望他的农产品 他的石油产品能够更多的出口 而这些包括大豆牛肉制品 皮革制品奶制品还有原油都是出口中国的主要项目 意思呢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 特别是当中国开放了更大的一个市场之后呢 那么阿根廷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就会有更多的一个机会 而中国呢也愿意和阿根廷在一带一路框架啊 这个倡议的协作之下呢进行紧密的一个合作 刚才呢大师也说了 那么阿根廷在地区推动中国和拉丁美洲之家国家之间的 这种一带一路的这种合作啊 战略发展的对策的这种对接方面 都有了很深入的一些发展 意思我们也非常期待 新闻主席再次踏上阿根廷国土 对阿根廷进行过去访问 并且呢参加G20的峰会 能够有一系列的重要的一个成果 那么除了中阿双边关系 刚才我说到的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 有现代的一个世纪的意义 同时呢在G20这个多边的国际舞台 就当前不断抬头的啊 这种贸易保护主义 以及呢逆全球化这样一种趋势 新闻主席也会发出 也会做出这个重要的一个讲话 那么也会提出中国的一些看法 发出中国的声音 因此呢世界都非常的瞩目 来期待啊 新闻主席到底能够在这样一个多边场合 能够提出怎么样的一些 全球治理的一些方案 因此呢我们也非常期待 会为大家呢陆续的进行报道和观察 人人 谢谢郑浩先生的解读 稍后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中国国防部就美国军舰穿越台海表示 解放军掌握美舰动向 并且将保持高度戒备 俄乌冲突风波持续 乌克兰总统希望西方通过派遣 北约军舰进入亚素海提供支持 日本表示不接受韩国再判决日起 赔偿二战劳工 外务省召见韩国驻日大使抗议 欢迎回到世事直通车 美国军方证实 周三派两艘美国军舰潜艇 舰艇穿越了台湾海峡 这已经是一年内的第三次 中国外交部在周四表示 中方对此表示密切关注 并且全程掌握 中国国防部也做出了回应 表示中国解放军掌握美舰动向 并且将保持高度的戒备 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声明中表示 美军斯托克戴尔号驱逐舰 与佩克斯号补给舰 在28号穿越台湾海峡 声明说这显示了美方 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承诺 美国海军将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区域 继续进行飞行和航行 这是美国今年第三次 派军舰穿越台海 前两次分别是在10月和7月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此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 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 中方密切关注并且全程掌握 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 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中国国防部29日下午也作出回应 表示中国解放军掌握美舰动向 并将保持高度戒备 解放军对美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是清楚的 美舰的动向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我们要求美方要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慎重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稳定 解放军将持续保持高度的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过任国强指出 中美两军关系目前总体稳定 希望同美方一道继续加强战略沟通 推进有序合作 切实管控分歧 中方愿于美方一道共同落实好 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加强战略沟通 有序的推进合作 切实的管控分歧 重点筹划组织好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 等重要的机制性对话交流 以这种务实的合作 来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的发展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周四分别向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制赫信 习近平在赫信中指出 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保持高水平运行 各领域合作不断发展 近年来两国能源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为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共同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再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 举办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是他和普京达成的重要共识 旨在为双方企业搭建直接对话交流的平台 广泛寻找合作机遇 精准对接合作需求 希望与会嘉宾围绕 进一步深化中俄能源贸易 投资及金融全方位合作的主题 巩固现有合作 挖掘新的合作机会 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更好汇集两国人民 普京在贺信中表示 本次论坛充分表明 两国能源企业具有十分广泛的共同利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克斥海峡风波持续 乌克兰总统波勒申科 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 要吞并整个乌克兰 希望西方通过派遣北约军舰 进入亚素海提供支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四表示 愿意充当俄乌两国的调停人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到切尔尼哥夫 一个靠近俄罗斯的军事训练中心视察 鼓舞士气 并表示大选不会受到影响 他周四接受德国媒体专访 表示德国是乌克兰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希望北约国家派遣军舰进入亚素海 协助乌克兰并提供安全保障 又称德国应该停止 新舰连接德俄的海底输油管道项目 波罗申科又批评 俄方的行为是挑衅 俄罗斯总统普京 想要吞并整个乌克兰重建俄罗斯帝国 从克里米亚到吞巴斯 都显示出这位俄罗斯沙皇的野心 波罗申科指出 普京只把乌克兰当成殖民地 普京唯一明白的语言 就是西方国家团结起来 乌克兰基建部长弗拉基米尔则表示 俄罗斯已经封锁乌克兰两个亚素海港口 比尔江斯克港及马里乌布尔港 禁止船只进出 只有前往俄罗斯港口的船只 才获准进入亚素海 批评俄罗斯的目的是要将乌克兰 从自己的领土赶出去 而继俄罗斯国防部日前表示 会在克里米亚部署新型的S400 地对空防空导弹系统之外 有报道更指 俄罗斯计划明年在克里米亚 新建一个新的导弹预警雷达战 德国总理默克尔29号表示 西方正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以维护国际法 他将在即将举行的G20峰会上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亚素海问题 默克尔强调 实施制裁是希望俄罗斯明白 与他领土接近的国家 也有权自行发展 这些都是国际法的原则 土耳西总统埃尔多安29号表示 愿意充当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调停人 他表示 一分别和普京及波罗申科 讨论过这个问题 结果是他们都向土耳西提出了要求 埃尔多安又指 将在阿根廷参加20国集团峰会时 与普京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 进一步讨论俄乌冲突问题 本红卫视最后报道 韩国最高法院星期四九二战期间 被强征韩国劳工 向日本三菱重工发起的起诉赔案 裁定三菱重工承担赔偿责任 设计10月30号 最高法院判决新日铁铸铸金公司 向韩国劳工支付赔偿之后 再次判决日期赔偿 韩国最高法院29日 驳回三菱重工 在日本殖民同志时期 强征韩国劳工的上诉 维持三菱重工需要赔偿 抢征老冬受害者的原省判决 原告是在1944年被日本人校长欺骗 前往民谷屋 被迫从事老冬工作 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工资 三菱重工需要给五名原告 每人赔偿一一至一一五千韩元 约60万至92万人民币 收害者表示 当时前往日本市被骗说 可以上高中学 但却被抢着老物 今天在各界的帮助下 终于逃回公道 另一期有关强征老公输坏者和遗属 在2000年起诉三菱重工的案件 也得到最终判决 三菱重工要向每个受害者 赔偿八千万韩元 约49万人民币 这些老公也是在1944年 被强征到日本广岛的 造船所等工作 韩国最高法院认为 日本政府对半岛非法殖民统治 以及强征老公 与战争举接有关的 日本企业工作室 反忍道主义的非法行为 韩国媒体认为 日本企业履行赔偿判决的 可能性很低 当局需要在政治领域上 寻求解决方案 这是韩国法院 时隔一个月后 再次判决 日本企业要为强征老公 做出赔偿 使得已先入僵局的 韩人关系 进一步紧张 韩国政府计划 推行双轨政策 在寻求与日本 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上 合作的同时 分开处理历史问题 凤凰威师金知嫌 韩国首尔报道 韩国最高法院的判决 引发了日本政府强烈反弹 声称绝不接受韩方判决 并且紧急召见 韩国驻日本大使表达抗议 韩国最高法院 周四判决 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 向二战期间 五名韩国劳工等人 支付赔偿 日本政府强烈反弹 内国官房长官 建议委周四批评 韩方的判决 明显违反日韩 请求权协定 日本外向 河野太郎发表 谈话称 日本对判决 感到极为遗憾 绝对无法接受 河野暗示 采取对抗措施 或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 都是选项 日本外务省周四 紧急召见 韩国驻日大使 表达抗议 但有日本律师 此前联名发表声明 指日本政府 一直态度强硬 忽略了强征劳工问题中的 受害者一方 即便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 日本的主张 也很难获得赞同 国家対国家の避難 応酬になっていて 最も救済されるべき被害者 というものが置き去りにされている というところが 一番の問題だ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よ そのまさに人権が侵害された そういう被害をこむった人たち その救済を求める というところにあるわけですから その被害実態が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か その人が今どういう立場に置かれているのか それに対して本当にどういう対応すべきなのか 韓国政府も日本政府もですね あるいは企業ですね そういうことをちゃんとですね 冷静に議論しようよと いうことを一番 僕らとして訴えたかったわけですね 对于这次韓方法院的判決結果 日本方面依然是激烈反弹 指韓方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 不管怎么说 目前的日韓关系 陷入近年来的最低谷 鳳凰威士林秒 陈琳正盛 日本外務省報道 泰国大選预料会在明年的2月举行 多个机构近日做出的民意调查 得出了不同的结果 有資深媒体人认为 選举存在很多变数 情勢尚不明朗 泰国蓝石大学27号公布的 民调結果显示 泰国总理巴育支持杜领先 而为泰党選举策略委员会主席 昆英排名第二 泰国資深媒体人林洪表示 巴育近期频繁到各府举行内阁会议 表明有意通过大选出任总理 但林洪表示 即使巴育能当上总理 未来执政之路并不平坦 上议院议员没有资格可以参加 决定国家重大案件 包含每年这个国家预算的 决议案通过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受到民主党跟 为泰党的否决 等于按照泰国的法律 政府应该总辞 重新解散国会 所以哪怕巴育总理 能够暂时通过250名 上议院议员支持他而当时总理 但是这是一个波角总理 很难做下去 就目前泰国各政党的 势力分布来看 魏泰党将是获得最多票数 但仍不可能拿下过半席位 随后是民主党和支持巴育的政党 因此只能组成联合政府 有观点认为 魏泰党的昆英是总理的理想人选 这一路来 他在泰国政坛上 都是一个很受人家看好的女政治家 大家都认为 他可能更进一层楼 成为未来魏泰党所支持的一个 引致内阁的总理 泰国政府宣布 明年大选的结果 需要在投票完成60天后 才对外公布 对此林洪表示 这一决定可能导致 原本支持执政当局的选票流失 与此同时 泰国政府将在12月5号 召集各党派商讨 未来选举的事宜 并在12号解冻政党活动 这一切都可能成为 影响大选的变量 凤凰卫市委员院 泰国曼谷报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 对于内地媒体 报道指中国第三艘航母 正在建造当中 中国国防部并没有予以证实 中国公安部表示 深入推进治安管理 放管府改革 对于辩民立民惠民 具有重要意义 后任高雄市长韩国瑜透露 计划把就职典礼 在爱河旁举行 以达到行销高雄的目的 正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周四在北京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主持闭幕会并且讲话 汪洋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讲话 是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 本次常委会会议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为主要议题 要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方向 谋定使命任务 切实担负其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 落实下去 汪洋强调政协委员 要保持新时代奋斗者的姿态和干劲 着力增强履职尽责的意识和能力 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政协制度的参与者 实践者和推动者 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之后的政协全国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通责 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工作 条例会议表决决定等 近日有内地媒体报道 中国第三艘航母正在建造当中 不过中国国防部在29号的发布会上 并未予以证实 而是表示航母建造问题将根据需求通盘考虑 对于航母的建设发展问题 我们会通盘的考虑航母建设的需求 以及综合来决定中国航母的建设发展问题 而对于中国第二艘航母 任国强透露 近期航母从大连出发赴相关海域进行了海上实验 测试装备平台和相关设备 总体安全顺利达到预期目的 他还表示第二艘航母的建造工作正在按照计划顺利推进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周四公安部在北京就急着起实行 深化治安管理放管服改革 便民立民六项措施实行发布会 进一步的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创业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李精生表示 深入推进治安管理放管服改革 对于便民立民惠民 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安部党委决定 推出深化治安管理放管服改革 便民立民六项措施 涉及简化企业开办程序 压缩开办时间 减轻企业经济负担 减免企业办事证明材料 建立企业内部安全随访制 为群众办理居民身份证和居住证提供便利服务 优化护证管理服务等项 李精生表示 这次推出的深化治安管理放管服改革便民立民六项措施 是为了切实解决好企业及民众反应突出的办事难 办事慢 多头跑 来回跑 不方便等问题 也体现出放管服改革要自我革命的精神 贯彻了力争做到直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的总体要求 最大限度的为方便企业及民众办事创业 他说公安部治安管理工作与企业民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深入推进治安管理放管服改革 对于便民立民会民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公安部也围绕社会关切 民众期盼的热点难点问题 改进管理机制 提升服务能效 取得了明显成效 李精生也说 下一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将继续围绕深化 治安管理放管服改革 深化互联网加公安政务服务 推进审批服务变民化等关键领域 聚焦企业及民众办事创业的新需求 新期待 加大职能转变及减证放权力度 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另外李精生还强调 临近年终岁末 内地公安部门也将把握年底社会治安的规律特点 进一步强化措施 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大局 那么实至年终岁末 征照习近平总署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赵克志部长和公安部党委的有关部署 全国公安机关将把握年底社会治安的规律特点 进一步强化措施 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 工作中将毫不动摇的坚持 严打方针 依法严厉打击各类严重暴力犯罪 严厉打击枪暴 黄毒 环境食品药品等领域的威法犯罪 严密防范 坚决打击个人极端暴力犯罪 严防再次发生袭击公交车司机 伤害学生诱饵 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突出事件和案件 为人民群众宽度元旦春节 创造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 凤凰卫视陈其阳城北京报道 台湾九合一选举落幕 国民党推派的候选人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 周四他对外说明筹组市府人士的进度 并且透露12月25号的就职典礼 希望计划已施到爱荷培安巨型 以交界完成之后就可以向全世界行销高雄促进观光 国民党籍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 积极规划新市府团队人士 29号他对外说明进度 我们每一天都在找新的那个名单 大概现在来讲应该是完成大概差不多50%了 一些家庭的因素啊个人生涯规划 还在继续考量的也有 再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韩国瑜就要正式上阵 为了提振高雄观光 他计划市长交接活动颠覆以往 把就职典礼移到爱荷河畔举行 以达到行销高雄的目的 我们现在争取不要过去这种交接 能够更活泼推动高雄观光 所以我们建议高雄市政府在交接的时候 能不能考量在爱荷旁边 那顺便出了交接完毕之后 向全台湾全世界行销高雄的爱荷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构思 近日韩国瑜身体不适 气管发言 仍在静养当中 因此迟迟没有向支持者谢票 在就职当晚 韩国瑜会举行感恩音乐会 预料会涌入大量人潮 带来不小商机 韩国瑜提出呼吁 拜托我们高雄市所有的小摊商 所有的做小买卖小生意的人 务必注重品质 这样才会有回头客 我们光光最怕杀鸡取软 最怕做一次性生意 那是绝对不行的 韩国瑜透露目前有将近20件企业 表明将到高雄投资 另外大陆游旅行团 针对韩国瑜曾经举办造势活动的 三山地点规划深度旅游 甚至有很多民众表示 今年将到高雄跨年 也让人见识到即使选举结束 韩流仍持续发挥 凤凰卫视彭世廷蔡龙人台北报道 稍后关注李克强考察江苏银行 表示小微企业是知识就业的主力军 广告周见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星期四考察江苏南通 并且前往江苏银行南通重川之行 对于银行增加小微企业贷款客户数 同时实现了不良贷款率大幅降低 李克强表示银行的业务时间证明 只要用恒星下真功 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这些世界性难题就大有希望 小微企业名头听起来小 但是做好了却是篇大文章 他们是支撑就业的主力军 小微活就业才兴 市场就忘 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股市在高开之后震荡下行 市场避险情绪浓厚 打压大盘 互指收盘下跌1.32% 失守2600点的水平 深增值则是下跌2.06% 香港股市开高收低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的演说 立场偏割 隔夜美股急剧上升 带动大盘高开 但是中美元首峰会之前 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影响大盘掉头下跌 行政指数收盘下跌0.87% 至于台湾股市早盘高开 不过迅速出现获利卖压 午后多只权重股走软 拖累大盘回落到平盘位置 加选指数收盘微升0.01% 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取得傲然的经济成就 泰国作为中国长期的经济伙伴 也期待能够将东部经济走廊 介入一带一路的辐射网 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来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 泰中商务委员会 只在促进中泰两国贸易 及投资发展 现任委员会主席为 泰国著名的华裔企业家邱威公 泰国著名的华裔企业 丘威公的企业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设立了工业园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进入园区设厂 让泰国人明显感受到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起了变化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 泰国非常希望 能将东部经济走廊 接入一带一路的辐射网 将泰国进一步打造成 东盟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今天本身的地区域 中间的地区域 在中国的地区域 在中国的地区域 中间的地区域 在中国的地区域 在中国的地区域 我认为 在中国的地区域 也许是在EEC 因此,min力勤联合在EEC方面的建议楽器 而且建议工事員会开包括EEC 我认为优秀成要推荐至EEC方面的建议的工程去旧科技的建议 但以EEC方面,我们认为区域运行者,美加密也通过工作 或菁天和国际的区域, 和区域运行者 东盟的人口相当于中国的一半 但是GDP仅是中国的20% 邱卫公希望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 可以首选与中国相邻的湄公和流域国家 特别是把握住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发展的契机 将经济走廊与一带一路连通并进 让中泰两国和区域经济发展共同获益 凤凰卫视旅园院泰国曼谷报道 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宣布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出生 引起全球震动 法律专家认为如果贺建奎所言属实 那么很可能他触及了法律红线 法律专家认为贺建奎的行为如果被界定为医疗行为 很可能因非法行医而触犯中国刑法 他到底是研究的层面还是行医 现在还不能确定 如果假定说是行医 具体操作这件事情的人有没有行医资格也很重要 如果是没有行医资格就非常容易涉嫌非法行医罪 但律师也提出如果签署医疗合同参与实验的父母 因知情同意权未得到确实履行而提起诉讼 贺建奎仍有可能被追究民事责任 贺建奎行为还可能接受行政处罚 因为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明显违反医疗技术 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的审查办法等现有多项行业规定 中国自1993年开始就有针对生命科学技术运用的框架性规范 然而这些规定至今并未上升到司法层面 法律界认为随着科技发展 这些规定需不断细化更新 同时可考虑对相关领域立法 达到国家的这个立法层面来解决 而不能仅仅是这个部门的规章 他的这个执行啊各方面都会有问题 特别是在这个追究刑事责任这方面 我们就会显得很弱 因为我们不排除还有在鉴谈法律的人 目前内地法律界有部分人士提议 要将相关规管列入刑法 以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但也有人认为 针对生命科学技术运用的立法 必须经过多方审慎斟酌讨论 不能因为特殊事件导致相关管理矫枉过阵 而阻碍了科技的进步 伦理上学术上一定人要端正 一定要坚守这个伦理的底线 但是入行要格外深重 一般的部门规章他确实没有 你会发现他处罚力度不够 主要他没有权限去随便设定处罚 立法法是有规定的 所以这个要求很严格 也确实应该严格要求 但这不代表就是说是我们在关键的技术节点 我们不去监管 这是不要去走另外一个极端 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这个是要点 而这次基因事件也让我们反思 科技进步速度是否已经超越了当前伦理规范和管理秩序的更新速度 如何在推动科技发展和维护人类权益和健康不受损害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点 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新课题 凤凰卫视陈文西同虎深圳报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 星期三通过审议批准中国申报的藏医药育法列入名录 藏医药育法藏语称龙母 是藏族人民以生命观健康观及疾病观为指导 通过沐浴天然温泉或药物熬煮的水汁或蒸汽调解身心平衡 作为一种纯天然绿色外治疗法 藏医药育法与中国藏族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这个遗产项目既体现了藏民通过沐浴防病 辽集的民间经验 也是传统藏医理论在当代健康实践中的继承和发展 藏医药拥有3800多年的历史 是中国医药文明的一大瑰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 藏医药育法遗产项目 凸显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传统知识的重要性 提供了人类与其环境间 可持续关系的积极力政 藏医药育法以清藏高原的亚龙河谷 和宗喀山脉的藏族农牧区为集中传承区域 广泛流布于西藏青海等地的藏区 随着藏医药育法入移 中国已有40个项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名录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 天气消息交给气象主播杨洁 本身好 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 上一股冷空气下来把华北和黄淮 从大雾天气当中给拉了出来 由于位置偏北 够不到江苏安徽等地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 江淮一带的大雾天气 已经持续了四五天的时间 像今天早晨 安徽北部 江苏中南部 浙江北部 依然是有很多地方能见度 是不足50米的 预计到12月3号之前 受地面静稳 高湿天气的影响 雾区还会向北发展 像华北的中南部 黄淮北部的大雾 也将逐步的加重 其中2号夜间到3号的早晨 这个时段是最为严重的 部分地区将会遭遇强浓雾 提醒在这个时段 可能会驾车行驶在上述地区的朋友 需要注意交通安全 尤其是在省道 乡道行驶的车辆 尤其需要多注意 那我们来看一下城市 像南京 在冷空气到来之前的最近几天 南京依然是受东风的控制 水气是不断的输送 气温也是比较稳定的 12月4号开始 南京气温将明显的下滑 最高气温将只有10度出头 那早晚的温度会降到5度以下 并且还有雨水相伴 适量的感觉倍增 北方的城市像北京 本来就不太暖和的北京 在未来冷空气的影响之下 会变得更冷 到下周二 白天的最高气温 会由现在的8度降到4度 寒意是更加浓厚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中国各大城市的 具体的天气情形 北京情零下4到8摄氏度 银川多云 0下2度到9度 西宁 阴 0下8度到6度 湖撇 阳 under 派 派外丑 宏惠木齐忻 0下8度 crashed 庆 100向6度 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郑州多云2到14度 河肥阴9到19度 南京多云8到18度 上海阴12到19度 武汉多云9到20度 长沙晴11到21度 南昌多云10到21度 杭州晴11到20度 福州多云13到22度 台北晴18到24度 南宁小雨16到23度 海口小雨22到26度 广州多云14到25度 香港多云20到23度 澳门阴18到24度 将要到来的这股冷空气 与南方加强后的暖湿气流 会在长江流域相遇 四川盆地东部 江汉江淮江南 以及华南西部 在即将到来的12月 阴雨天气会明显的增多 南方冬季标志性的 湿冷天气模式即将开启 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的具体天气 南方冬季标志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大城时事直通车 更多凤凰卫视资讯 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018年11月29日 人人在香港 祝您健康平安 再会 中文猪三十月ちゃん 吉祥猪三十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